20世紀初意大利作曲家雷史碧基 从小学习小提琴 曾经在俄国与德国担任乐团的小提琴演奏员 或许因为这一层经验 让他更了解国际乐团的趋势 在他开始全新作曲时 就不像其他意大利作曲家 只局限于歌剧创作 雷史碧基的名作 包括1916年创作的《罗马之泉》 和1924年的《罗马之松》 这两套与后来的《罗马节庆》 组成了《罗马三部曲》 不过目前为止比较常被演出的是前两套 特别是《罗马之松》 它也可以说是20世纪初 意大利最具有代表性 最知名且跟歌剧没有直接关联的管弦乐作品 其实雷史碧基的《罗马之泉》 与《罗马之松》 可以被视为一种相当高明的政治宣言 从好几个面向上都能解释 首先 意大利在1861年终于统一 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 一边要处理内部的分乱 和不同的地方势力 另一方面却又很快地被卷入世界大战中 因此在各方面都要确立国家与人民的信心 而就音乐上来说 异语音乐从古典音乐的源头 也就是教会音乐 就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更不用说是歌剧发明之后 讲到歌剧几乎就等同于异语歌剧 然而19世纪中期 德国出现了华格纳 改写了大家对于歌剧的想法 也冲击到了异语歌剧 在华格纳之后 德奥地区出现了好几位歌剧大师 相反的 虽然在意大利还是有非常多人努力写歌剧 但似乎只有普庆宁等少数 才能够在意大利的传统 和全世界的华格纳风潮间取得平衡 并且受到肯定 从这几个角度看来 我们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雷史碧基他选择了 使用交响诗这样的乐种来歌颂罗马 罗马当然是意大利在政治上的中心 而交响诗却又是德奥的发明 他要向意大利人宣告 如果要让意大利的音乐走得长久 就不能忽略契乐作品的创作 他也向世界宣告 意大利人不只会写歌剧 了解这个企图 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几个深入阅读 这部作品的角度 让我们想象如果自己是作曲家 要谱写罗马之泉 泉是由水所组成的 水有动态 也常常可以制造出声音 古典音乐史上有众多 以水为描写对象的音乐 从反光 折射到水流都有 所以都是有潜力可循的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要谱写的是 罗马之松 松树带给我们的是视觉形象 松树本身的存在是无声的 也通常没有明显的动态 那么作曲家要怎么描绘呢 或者更精确的说 要描绘什么呢 作曲家自己曾经说明 罗马之松是一天的四个时段 在罗马四个以松树闻名的景点 不同的气氛 例如说第一乐章 报格赛别墅之松 描绘孩童玩耍 加上军队进行曲 与战役的喧闹 孩子的喊叫 就像是夜晚的燕子一般 报格赛别墅是罗马重要的景点 在里面收藏了许多重要的 巴洛克时期的代表艺术品 而报格赛别墅前方 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公园 我们从作曲家自己的描述里面 就感受到很多声音的元素 例如孩童的叫喊声 孩童演唱的曲调 燕子鸣叫等等 在音乐上 雷史碧基在一开始就展现了 高明的配契法 这也是华格纳所带给意大利歌剧 最大的冲击 一开始的时候 除了一般的乐团编制之外 他还用了三角铁 钟琴 钢片琴 竖琴 钢琴 为了营造出光明喧闹的气氛 他做了相当特殊的处理 比如说让低音的弦乐整个安静 竖琴大声的滑奏 加上钢琴 钢片琴的快速音群 营造出一个相当躁动的底色 真正代表孩童喊叫的 也是巧妙的安排 大家仔细听 可以发现他让双簧管 这个本来都是演奏抒琴旋律的乐器 竟然大声的演奏战音 反而有点像是鸡叫 而听众可以听到最清楚的是小号 他有很明确的 哒哒哒哒哒的音形 虽然他要很强的力度来吹 但作曲家要求 小号必须要加上弱音器 弱音器在这个时候 不是为了要让乐器变小声 而是要制造出一种被挤压的感觉 反而更能够凸显出 孩童的奋力玩耍 而作品这样的开场 即使还没有明显的旋律 但就足够吸引听众的注意力 雷史必须说明第一乐章结束后 要没有预告的 让人意外地转入第二乐章 这其实也是整部作品的一个现象 虽然说 大家一般将这部《罗马之松》 视为四个乐章 每个乐章也都有清楚的标题 但就音乐上来说 每个乐章都没有间断地直接接到下个乐章 让四个乐章比较像是四个段落 而这种情景切换的方式 或许也来自当时最新的电影 蒙太奇的手法 第二乐章是地下墓地旁的松树 作曲家用不同的铜管乐器描绘圣徒 痛苦的死亡与升华 这个乐章的音色和第一乐章 有了完整的对比 在音响上也有许多创意 例如钢琴要做出如钟声的感觉 而中段的时候 要有一把在舞台外的小号 作曲家他要求这个小号的声音 要尽可能地听起来像是从远方飘来 一段非常柔美的旋律 而接下来丹簧馆 法国号和低音旋律的南南字语 越来越激动 却是在颂赞诗歌 在高峰中管风情加进来 好像圣徒承受的痛苦达到高峰 第三乐章像是大型的装饰乐段 包括钢琴 丹簧馆 大提琴都有很重要的独奏片段 这一段描绘的是加尼科勒的松树 乐团先勾勒出黄昏的光影与微风 作曲家在风景中 还指定要加入真实夜音的录音 第四乐章 雅壁古道的松树是一部进行曲 雅壁古道连同意大利南北 是战争必然涉及的道路 在这里 作曲家所设定的是在清晨的薄雾中 仿佛还听到远方或者说是古时 所传来的战士脚步声 这个乐章也可以说是对乐团食物的考验 在乐谱上 作曲家要求要使用六把 所谓的 是古代罗马所使用的铜管乐器 就发声原理来说是现今小号与长号的前身 然而这一类的乐器早就不存在了 因此 虽然作曲家在谱上提到了这个乐器的名称 乐团却必须要去思考如何呈现 首先 乐团它是用大家最常使用的 Friegerhorn或Eufonium来演奏 或者是直接用法国号和小号来代替 另一方面 因为这六个不切拿的声部 一直到最后一个乐章才出现 所以要专门为这个乐章 聘请六位演奏者是否划算 有些乐团干脆让乐团里面的法国号和小号 来分担这个相当重要的声部 也是常见的安排 无论如何 雷史碧基的罗马之宗 制造出让大家可以听的 可以看的 还有可以讨论的 可以思考的话题 也说明了这部作品 如何一开始就获得空前的成功 并且持续受到喜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